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在我们的电视之前呈现这幅画 就是世界的名画 蒙娜丽莎 而且我相信很多去过法国 一定要去罗夫公 去罗夫公必看这幅画 但是怎么看这幅画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王岳先生 他用他的特别的观察 用他独特的视角 跟大家来看这幅画 您请 好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达芬奇这个蒙娜丽莎上面有 如果用味道来打个比方的话 酸甜苦辣 都有了 都有 那么从视觉的角度 忧愁也有 忧怨也有 是 你看这个眼睛 喜悦也有 你看这嘴 所以就是说他的在处理某一个部位的时候都给他加进了寓意 你比如说这眼忧郁从哪来的 我怎么没看出来忧郁啊 有人会问 但是你看他的眼角 他把内眼角虚了 虚了以后呢 里边 微微的沁着点湿润 他一虚了就 微微沁着一点湿润 湿润什么感觉呢 湿润就是有点冤 冤伤啊 有一点伤感 眼泪在里面打转了已经 伤感 然后他把外眼角处理的稍微有点下坠 感觉上稍微有点下坠 但是他不是说把外眼角给画得比内眼角还低 是吧 他不是 他没有 但是他是用这种明暗的引导 这块一按 把它给压下来了 感觉有点压了 感觉你的外眼角在往下走 感觉外眼角往下走 那么什么表情外眼角会搭下来 伤悲啊 哭啊 伤悲啊 哭是典型的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他一边画一边试验 反复 所以才会画五年 是 所以他的这个画里边 有很多 肖像画的经典 都是从他那儿来 包括后来的这个伦布朗 是吧 画的所有的肖像 包括这个 美帝里亚尼啊 这些个最后 后来这些肖像画大师们 都从他的这个肖像画画里边 都从这部摩那琳萨就出来的 吸取了营养 因为你看他那个 这个袖子里的纸儿画的 对 而且你看他处理风景 他在大自然中 从小就在大自然当中 他在风景一点一点推远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完全实验了他那些个透视理论 所以这张画经得住历史 永久的去推敲 所以这已经六百年段过去了 再过六百年 大家看这幅画还会喜欢 还会喜欢 那个卢浮宫还会水泄不通 没错 就问这幅画 卢浮宫有那么多人去 我去了两次卢浮宫 基本上都是看人去的 走到他就走不进去 走不进去 你除非把这个手机或者相机高高的举起来 但是你又对不准那画 真的是那没错 所以就是唠了个去了 去了 还不如在您那听听这个讲得更详细一点 刚才我们说了他做了好些试验 证实他这个一者的存在的合理性 这就是达芬奇绘画的理性的部分 非常的严谨 所以应该说达芬奇不愧为是一代的画家 当然了达芬奇本身来讲 作为他自己来讲 他除了留下了很多传世之作之外 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位科学家 应该说 他涉链很广 这幅画 这幅画是达芬奇画的一位大公 就是说他这个米兰大公 米兰大公 他在米兰以后 他就用非常精致 这个素描 这个素描 他是用非常精准的结构 去刻画这个大公的轮廓 然后又用非常细腻的光影 去处理他的凹凸 这是一个典型的 用光影去塑造凹凸的这么一个方法 大家随着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能够找到这个依据 所有古典主义像法国古典主义 英国古典主义 德国的荷尔巴尔那麽的那些古典主义的 所有的这些古典主义素描的画法 都是源于达芬奇的这种方法 所以达芬奇对这个整个 不仅仅对西方绘画师 整个对世界的绘画艺术的贡献 那都是不可抹灭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 这幅画让人看出的一个很自然 再一个就是说 也没觉得他好像有多少特别 怎么样 但是就觉得很逼真 他画的一点不拘泥 不拘泥对对对 很放松的就画了 所以他脑子里边完全就充满理论的知道 所以他脑子里可能以这个人的形象 早就在脑里多少回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只是在手中把它绘画出来 对 所以达芬奇的在这本绘画论里边 总结了他的绘画的经验 发现以及他的感受 这本书是以他的绘画科学为理论基础 达芬奇曾经说过 一个不懂理论的画家 那就是个匠人 说得好 但是如果一个匠人 一旦开启了绘画的精神的领域 认识到了绘画的这种高贵和典雅 他就成为 他就会变成艺术家 所以这两者是可以皈依的 所以这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似的 你可能很会模仿 但是你真正会悟出什么 悟了悟不出来 那就是一个匠人和一个大师的 虽然叫一步之差 但是这一步恐怕是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中心就是理论的支撑 对 所以达芬奇能够成为一代名画家 而且为世人留下这么多宝贵的资产 而且到今天 无论是这个法国古典主义 德国古典主义 英国的古典主义 更多的 还是达芬奇自己 他留下来的东西 确实让人感觉到 他理论上的丰富 多惨和扎实 对 这才是他成功的根本所在 而且这是他对人类视觉艺术的一个极大的贡献 而且作为他来讲 应该说 他其实 我想那个时候 像他画到已经画到这个程度了 他已经很好 他不需要在理论上做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画家 还有人去做理论吗 他们最多就是到大学去挂个title 当个教授 授授课 但是他们恐怕不会再下这份功夫了 对 达芬奇 而且你看达芬奇的自画画 我估计他那个年龄的时候 恐怕他爷爷又是五六十岁了 五六十七八十 七八十 七八十恐怕都有了 七十岁有了 你想他在自己自画像的时候 他都可以这么这个讲究 说明这个人孜孜不倦 而且是非常的认真 对 达芬奇一代名人 除了达芬奇之外 当然在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 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两位最著名的艺术家跟大家做完整介绍 但是可以给大家借一个粗浅的介绍 这个 这就是米开朗奇罗 三节的第二个伟大人 应该说米开朗奇罗已经算是达芬奇的后辈了 后辈 因为他比达芬奇出世也晚 成名也晚 但是呢 而且自己长得还不那么英俊 达芬奇自己说就是像一个农民 这是他这个成名作 米开朗奇罗的成名作 对 他是给圣彼得堡大教堂做的一个圣母 哀悼耶稣的这么一个题材的作品 这个雕塑出现以后 佛伦萨以至整个意大利都惊呼 说你别拿走了 哥们留到意大利都惊呼什么呢 想起上面那个人来了 阿尔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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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 后来接下来的作品 他超过了所有的 这幅作品 他的精妙支持在什么地方 他就说整个这个 你看 它一个雕塑作品 雕塑 它的寓意在这个手上可以 很明显的体现出的 把基督从十字架卸下来以后 基督走了 这是耶稣走了 这是把这个 玛利亚塑造的 非常的哀伤 而且你看玛利亚就是个人 就是个人 而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对 他就是修道院里的一个活生生的魔腿人 然后所有的肌肉骨骼都非常精准自然 对耶稣 包括这一张这一块布的这个刻画 这个纸 这个纸 这凹凸进去以后 当时意大利人说 阿尔伯迪回来了 哎呀 这真是聊不得 所以他很自然 很人性化 这是他做的大卫 大家恐怕只要说到米开朗契罗 大家都会知道这幅作品 对对对 而且这幅作品是他最著名的一部 这个成名作或者说是他的代表作 当时成了梅蒂奇家族的 标志性的 标志性的 其实很多的学雕术的人 大家都还是这个把他 米开朗契罗的很多雕术艺术的做法 和他的艺术表现 大家还是很继承了 对 其实这种东西 但是呢 我们因为世界关系 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那个以后呢 其实有一点 其实我们想很多说到雕术的时候 很多人对古希腊雕术并不陌生 到今天在这个希腊 还是有很多雕术 也是被人精进越道 精进称之为道的 就说米开朗契罗 不仅超越了他自己的老师 超越了意大利的这些先贤们 其实他也超越了 这种希腊的这些雕术大师们 对 甚至希腊的很多雕术呢 可能到现在可能找不出 找不出一个作者是谁 但是他们留下的艺术作品 到一直到了米开朗契罗时候 应该说是另外一个高峰 而且米开朗契罗 对后来人们的贡献 也是非常巨大的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 我们邀请王悦先生 跟我们继续分析 米开朗基罗 还有第三位 拉斐尔 感谢您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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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